123没资格吃的醋最酸,先动心的人最惨,此如果有人关心你的程度,取决于他忙不忙,那当普通朋友就好,我都会过去的。 烦躁的心情,孤独的生活,还有努力也没用的是,六别蠢到用暴露自己软肋的方式,去表达你对别人的信任。 七对坚持最大的鼓励,不是你可以,而是多年后说一句还好你没放弃,把能力不足却野心太大,还在意太多的人,必然过得很烦恼,久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,而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,是没人挡风遮雨,自己就撑起一片天。 别总自顾可怜,因为谁活着都挺难,十一一件事对你伤害的程度,与事情本身没有太多关系,受伤的程度取决于对事情的态度,重事就重伤,轻事就轻伤,无事就无伤。 十二,当你年轻时,一为什么都有答案,可是老了的时候,你可能又觉得,其实人生并没有所谓的答案。 十三,别太在意年轻时候做的一些选择,青春这个东西,不管你怎么过,严禁也好,疯狂也好,认真也好,嘴意也好,反正,你都一样会把它过得乱七八糟。 十四,洗一个澡,看一朵花,吃一顿饭,假使你觉得快活,并非全因为早洗得干净,花开得好,或者菜和你口味,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关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